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部分学区已宣布在周一停课 国家气象局宣布 希拉里的强度已从飓风减弱为热带低气压 希拉里向北穿过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半岛 在当地带来洪水冲毁部分道路 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此前加州州长纽森于19日就提前宣布 南加州大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洪灾警报持续至今天凌晨3点 这是加州84年来首度遭到热带风暴侵袭 洛杉矶的降雨量刷新了117年记录 部分干燥或沙漠地带 一天甚至是降下一整年的雨量 在周一 加州部分公共设施和机构场所 为安全起见暂停开放 学校停课 还有部分列车停试 夏威夷毛衣岛山火至今造成114人死亡 仍有约850人失踪 官员预计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 夏威夷州参议员指 截止当地周日 约有85%的受灾地区完成搜索 近2000人仍然断电 1万人通讯中断 毛衣岛西部部分地区 食水仍不适宜饮用 总统拜登与夫人 接而启程前往当地探访赏者 和视察重灾区拉海纳 听取官员汇报 一名白宫官员表示 拜登在对野火肆虐后的地区 进行空中勘财 并听取地方官员的简报后 计划任命一名首席联邦 官应对协调官员 监督灾区的复原工作 拜登起行前向记者表示 明白火灾对家庭和当地社区的深远影响 没有东西能取代市区的生命 承诺会尽全力协助毛衣岛重建 期间也并会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传统 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 8月20日发布消息称 月球25号探测器偏离预定轨道 与月球表面坠毁 意味着俄罗斯近半世纪以来 首次探月任务宣告失败 8月11日搭载月球25号探测器的联盟 2.1B运载火箭从俄远东地区的 东方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8月16日月球25号进入月球轨道 按照计划 月球25号将于8月21日 在月球南极的伯古斯拉夫斯基环形山 已被软着陆 20日俄国家航天集团发布声明称 8月19日在发出把月球25号探测器 转移到预着陆轨道的信号后 与探测器的通讯中断 根据初步分析结果 由于脉冲指令参数与计算值存在偏差 月球25号探测器偏离设计轨道 与月球表面相撞最终坠毁 确定航天器丢失原因的问题 将由专门组建的跨部门委员会处理 去了解 无人探测器月球25号 原是俄罗斯近50年来首次执行登月任务 俄罗斯月球25号探测器失败之后 印度月船3号探测器继续其任务 它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减速动作 按计划月船3号将于23日尝试在月球上着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抵达丹麦 对当地进行访问 此访旨旨在讨论F-16战机交付 以及在丹麦培训乌克兰飞行员等问题 此前丹麦与荷兰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61架F-16战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后访问荷兰以及丹麦 或两国答应提供乌克兰一直争取的美制F-16战机 总共有61架 其中丹麦承诺提供19架 并希望头6架会在新年前后交付 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站表示 荷兰也会提供42架 荷兰说交付时间取决于乌克兰人员以及设施的准备情况 泽连斯基指F-16战机必定为乌克兰的战事和平民 带来新的能量、信心和动力 为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带来新的成果 对于是否有附带条件 例如承诺不会用F-16战机攻击俄罗斯领土 泽连斯基回答说没有讨论有关问题 但指捍卫国土是乌克兰的主要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